原标题 刑事逼迫他 对赵构这个皇帝 后人评价较多 总的来说 负面多于正面 为何 因为他和秦桐渊杀了忠臣岳飞 更不要说 像今朝求和的事 丹平渊杀岳飞一件事 赵构在下五百年也翻不了案 赵构也并非一无是处 至少他让宋朝在南边继续立朝 而且南宋继续发挥 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 此时虽然今朝是北部威胁 但还不足以灭掉南宋 但赵构却在五十六岁时的 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此决定就是禅尾 按常规来说 一个王朝皇帝很少有禅尾 除非发生重大变故 如政变 皇帝有病等情况才会禅尾 但赵构此时五十六岁 身体很健康 朝政稳定 太子赵慎并非赵构亲生子 是他选他的太祖赵匡应后裔 把皇位让给非生太子 而且很坚决地辞职 赵构到底为什么甘心放弃皇位呢 从外不看 此时今朝对南宋已经不构成压力 因为南宋在采石战役中大败金兵 致使金帝丸炎亮被杀 金国皇位出现重大变局 其政局不稳 金宋边境无战事 民心稳定 可以说外无压力 赵构为什么还要辞职 从南宋内部看 南宋的文臣武将都对赵构很拥护 而且上下基本没有杂音 后宫也很稳定 太子已经选好 虽然不是亲生 但对赵构言行计从 并无逼宫问题 老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很富足 国内有无大的内乱 展开全文1162年 赵构突然提出让位给赵慎 当时又承向朱镯觐见了一句话 静康之事 正以传为太具 和孤徐之 朱镯的意思是说 当年宋徽宗匆忙缠位 造成了朝政混乱 也给了金昭入侵的机会 退位之事还要慎重考虑 对于朱镯的建议 赵构说 老且并久 欲嫌退 赵构以这样理由退位 很多人都不明白 但赵构却下着传为太子赵慎后 自称太上皇 然后移居得寿宫 从此 宋朝新帝宋孝东继位 对于赵构突然辞职 当太上皇的史料 后来学者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 也给出了赵构退位的原因 概括起来 主要是三种 一退而不休 后人认为 赵构不愿干了 但当皇帝很累 很多事情需要操心劳神 赵构退位后 可以继续享受太上皇的尊重 也不用为诸多的国事而操心了 其实 宋高宗退而不休 虽然他躲在后宫里享福养老 但很多事情赵构还要出面干预 向宋金义和吉作战 还有官员的任命 没有赵构的定夺 宋孝宗不敢做决定 并非赵构所说的 就欲贤退 二十恩之义 赵构很悲愧 到自己的退位时 他没有一个亲生儿子接班 赵构只有一个儿子叫赵夫 三岁时就吓死了 死后赵构用各种办法也没有生出儿子 朝中 大臣们就对赵构担心 请求赵构及早选定王储 1132年 赵构就把赵光印后裔赵慎定位自己的养子 并作为皇储来培养 一望三十年过去了 到了1162年 赵构身体依然健康 而此时的太子赵慎 已经在楚位干了三十年 赵构也预感到将来的皇位就是赵慎了 赵慎心里也着急 他已经人到中年了 虽然他没有表现出着急的心态 但后来 他的儿子宋光宗就怨恨 赵慎没急早把传位 如果等到赵构活到老再继位 赵慎也必然年过万百了 如果再出个三长两短 大病小灾的 皇位就出现空荡 赵构此时主动让出来 也让赵慎有感恩之情 也防止将来皇位出现变数 三稳定朝政赵构儿子死了 他选赵光印后人 为何不选赵光义后义 毕竟赵构选自己旁之 血缘更近 宋高宗司来想最后决定 选赵慎 这种舍尽求远不选赵光义后义的做法 必然会遭到来自赵光义后义的不满 也会产生皇室之乱 如果赵构提前退位 可以在幕后辅助赵慎稳住朝政 让不满的人知道 皇位继承人就是赵慎 但赵构退位后 朝中及皇室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种传位在各个王朝很少见 赵构把皇位传给赵慎 也顺应一些人关于太祖细吾皇帝的怨言 也让赵构得到大度的名声 但其实赵构突然退位 还有很多难言之隐 首先 静康之难后 灰青二帝等宗室及后宫都被掠到金昭 很多人到死都没回来 而赵构能侥幸逃脱是万幸 而为太后回到南宋后 金昭就想有关亲宗及诸王 后非议 但赵构显然不同意 把二帝迎回来 他可以继续当皇帝 但生母在金国那里私情生子的事可就露现了 必定造成后宫丑闻 因此 赵构在迎回灰青二帝上并不积极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 一些主张迎回二帝的大臣就遭殃了 有学者认为 岳飞被杀 与他主张迎回二帝也有关 但是赵构在迎回二帝之事上不作为 必然会遭到来自赵光义后裔的怨恨 而让太祖后裔继位 即使过去多少年 都不可能出现杂音 其此 赵构为自己私心有打算 赵构很怕死 南宋与金对抗时 赵构就害怕 甚至还从南京跑到杭州 否则 南京就可能成为都城 当今招南征时 赵构都想坐船从海上逃生 但当了太上皇 即使将来王国 今招即使打过来 也只找当朝皇帝 他可以借机逃走 赵构的小算盘打得很惊 因为他爹与哥哥都干过这种事 当今招攻打宋朝时 宋徽宗曾说 如博州 百官多前论 宋亲中还想出一招 出香 正因为当皇帝太显眼 也不宜逃跑 没人会盯上他 在此 为愧疚而死 虽然赵构退位 与当时内外稳定有关 但赵构心里有愧疚感 那就是杀害了忠臣岳飞 引起很多人不满 岳飞对赵构的一句话 心人不可信 和好不可是 后 来赵构想给岳飞证明 但杀岳飞是自己下的令 如果平反 他脸面亡哪个 赵构即位后 就为岳飞昭诀 此时当然要得到赵构批准 特别是赵构给岳飞平反时 曾说 太上皇帝念之不忘 赵构自称养成圣医 既然自己心里过意不去 莫不如把好人让赵构当 但是人都知道是他的意思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证 图片来源网络 万全归原作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